大家好,我是阿湘,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我手上这件是羊毛伤,被橙子蛀掉了 今天阿湘就要给大家分享怎么样制补 这个纹路是叫平纹 我拿这个大凳给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凳,断了几根线 而且这个一块断了的,我们要把它绑上去 看我们断了几根 要拆远一点 断了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线 断了一根,三根,四根,五根线 断了五根线,这根是可以的,没坏的 这里断了五根,我们再加回五根 像这样,我们要把它打个结,这样会更牢固 两根,两根,两根,两根的打结,打好了就可以了 所以补工的衣服在旁边有小结架就是这样子 然后截得更牢固 我们在我们打个结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开始加线 这样加过来就有点安心了 这样就有点安心了 这样就有点安心了 这种加线方法比较简单 从这里再过来 这样已经就有四根线了 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加线,就这样加 这样就有四根线了 因为还有一个单独的五根 我们就穿一根线 因为它没有打结,我们就需要加固一下 你以前教过的方法,加过几根 现在加过,过来就没有了 第五根是这一根,到这里过来 断了多少根线,我们的血价位多少根线 再加过了三根就可以了 开始准备 这是第一根,对呀,往上 因为这件衣服很细 因为这件衣服很细 看起来凳很小,但是它帮了很多 好,我们进行这种方法 把它再做个完就可以了 有很多粉丝问我 它说它补出的衣服跟我一样的 但是它就是会 怎么一行三一行紧,这个全都是首饰 自己的手法不对 它就会,你们看到我的手法是怎么样做的 全靠这个大拇指定好了 它补出来的纹路 要和它之前的衣服的纹路是一样的 这样补出来的衣服才漂亮 像这样一个凳就补好了 补好整个这个线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把这个线头全部把它搁到反面 打结处理线头就可以了 把它搁到反面打结处理线头 这样一个破凳就补好了 正面是看不出来的 反面就是有一点线头 这种平纹的多根线制补大家学会了吗 简单一学吧 你不等的在下方留言 喜欢爱上视频请大家深床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拜拜